克力水龙肥巧克力出口全球46国 近期我们的江农们开始陆续的出江了 今天我们一起去下地去看一看 咱们今年的江情产量如何 今天这个产量怎么样 你感觉 产量很新的感觉 今年是有些太多 根气不好 看根气不好 又出了两三点小块 今年虽然是漏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江的感觉 这个姜片树木里面馋两条还十好 今年大约这个产量的话能载个多少 那一万两条没有 接触巧克力多少时间了 他买了多少年我吃多少年了 这个之前没接触巧克力之前 你就是什么味装 一般是复活 感觉用了巧克力之后 跟这个复活费相比有什么不同的吗 那我产量肯定高的 也好不好吞 在当时是怎么吃的巧克力 一般情况下是冲食 咱从小苗开始冲 对 小苗当时冲了多少 呃 待着一袋吧 一会再找几个脚秤一下 刚才大哥说了一瓦三千斤左右 对 咱具体秤一下 看看这个鸭斩喂食嘛 好 咱最后再出脚 再从那边 随便挑几个苗子 试试 这个30 再38 这个也是36 刚才我们这个土也去了 然后这个苗也切了 然后一起撑一撑 这个是在个4.9 5.14 4.1 3.7 然后这样一平均的话 一亩地的话 一万三千斤没有问题 一两千斤没有 用了多少年了 这两三百年了 它就真是非常好的 这也找到没有了 你感觉冲了在巧克力之后 最明显的小瓜突出在哪里 苗子好 很脏 在羊虎干系这一块呢 巧克力生育也很好 巧克力2013年开辟了这个鲜片里之后呢 不光有这个大链角 像菊瓜酸 烫米发酵液 所以说它在羊虎干系这一块呢 它就不伤感 再一块去看看在这个出降的这个过程 可以看一下从这边 不管是哪一趟麻的 这个姜 这个姜形可以看到太浸透了 非常大 还有这个根系 非常的发达 拿好点看看 我感觉我抱都抱不起来 咱去看一下 刚才大姐说没有用过巧克力的那些 你看一下 对咱巧克力的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满意 一起给巧克力点个蛋 来 中国的巧克力 世界的Cocoly Cocoly 感谢观看